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好 我是文胜老师 我们今天用模型来直接制作花盆 做花盆 就是种花的花盆 那我们今天采用还是用这一只小兔子 那各位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模型 也可以使用自己的模型 那花盆几个主要的部分 就是内部会先做挖厨的动作 就是让它剩下薄壳 然后第二个会在下面挖排水孔 下方会挖排水孔 第三个是会开一个盖子 所以会把上面切掉 大概是这三个动作的组合 就可以把这个兔子变成一个花盆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挖洞的部分 那挖洞的部分呢 在其实在Machine Mix里面 它有做好简单的套版的功能 所以你直接在Editor的这里面 Holo 那Holo这个就是挖洞剩薄壳 剩下薄壳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把Holo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它会开始做一些简单的计算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图 就会出现一个半透明的壳 半透明的壳 那这个半透明的厚度就是你的薄壳的厚度 那这个薄壳的厚度呢 那这个薄壳的厚度呢 是可以在这边做选取的 就是Offset Distance 就是你要从外面往里面算多厚 多厚 那如果你是只是观赏用 大概一个mm是够用的 但是如果你是要拿来做 真的要拿来种东西 要放土 要浇水 那我想两个mm或甚至三个mm会比较够用 会比较够用 可以承受住那个泥土的重量 还不会漏水 所以二或三 所以如果你有做调整的话 如果你有做调整的话呢 就这边按一下Update Holo 就点一下 那它就会开始帮你算薄壳 算薄壳 然后算好之后呢 它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挖洞的处理 那挖洞也是在这里面 这边有一个General Hole 这是挖洞的处理 那挖洞处理之前呢 你去看一下这边 这边跟挖洞有关系的就是 你要几个洞 这是几个洞 然后每一个洞的radius就是半径 它的那个半径是多大 那我们为了要让水流排出来嘛 所以我们洞稍微大一点 三个millimeter 好那我们挖一个洞就好了 一个洞因为上面已经会开一个大洞 所以基本上气流就会流通了 好那直接呢 General Hole 点一下 那点一下之后 你会看到下面这里会多一个红点 多一个红点 那所以如果你想要移动位置 如果你想要移动位置 这个 这个是可以移动位置的 但是你可以挖在旁边挖在侧面 挖在侧面 让它保有一点水分都没有关系 它就会这样子帮你开一个孔 好那 如果你确定之后啊 确定位置没有问题了 那请你按Accept 同意 在Machine Mix里面呢 你所有的动作改变最后都要按Accept 如果你忘记按Accept 刚刚的事情就形同作废 所以我们按Accept 好那么所以它就这个 三mm半径的动脉挖好了 有点太大 好没有关系 那你可以偷看一下 有没有它里面帮你挖空了 里面是不是帮你挖空了 因为刚刚你设定了2.6的厚度 所以这边的厚度是2.6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上面这个 盆子 这个花盆呢 上面要有可以种东西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它 要把它头跟身体部分切掉 那这个动作呢 叫做Plane Cut 就是切平面 切一个平面出来 那你一样直接在Editor里面 这里有一个Plane Cut Plane Cut 那点下去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它出现一个平面 这个平面 然后有一半会变透明 有一半会变实体的 那它会留下实体的部分 会拿掉透明的部分 所以很显然它这个预设的方向是不对的 那所以我们就去做一个旋转 把这个平面做个旋转 好旋转 那看你要怎么剪 你自己去调整那个平面的角度 那如果你要上一点下一点 这个都可以调整 都可以调整 那你就可以翻转看一下 这样OK 位置对不对 角度对不对 如果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呢 或者要再调整一下 都一样可以再调整 这是旋转 小平一点 好 那好了之后 其实就可以按了SAP 就可以按了SAP 那它就会把上面给切掉 这样你的花盆就做好了 这就是一个动物身体的花盆 很简单 今天的讲解到这边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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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